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一个词叫空巢青年 就是说远离亲人独自在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 一个人吃饭 看电影 玩游戏 就像我们的生活常态 缺乏陪伴和感情寄托 没有合适的交友渠道 感到孤独是必然的 是啊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很多人会感觉到孤单 焦虑和自卑 他们这样的情绪无法排解 长此以往 他们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在想 如果有一款游戏 能够解决在生活圈封闭的难题 让大家不仅在线上 在线下也能成为朋友 这样就好了 一诚 你觉得这个爱点怎么样 想法不错 但是如何打通线上与线下之间的壁垒 才是这个核心玩法的关键 我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 但是还没有完善 那就好好完善 之后提交一份完整的创意策划书给我 这不自愿的吗 怎么 大推当鼓了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策划书这种东西 应该由策划部的专业人士来做 我怕我做不好 不要紧 公司既然是面向全体职员征集创业 那么看重的就不是策划书的专业性 而是对核心玩法 独特的创意和想法 一个优秀的程序员 要同时具备产品思维跟策划的推移 况且 你不是号称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吗 那好 我做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我的创意想法 真能被公司采纳的话 我希望由我来做游戏组成 你还真的是出生牛犊不怕火啊 刚刚毕业就想一步登天 你知道 要做一个游戏的组成 要积累多少经验 担多大的责任吗 我知道 所以我想挑战一下 想试试 如果我做不好的话 你可以随时把我换掉 好 那我就拭目以待 还是要转发 小璐 这下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我这身上啊舒服多了 接下来只要抵抗就行 这可是你的强项 这次这件事多亏了你了 今天晚上我请吃饭 千万别拒绝 那我可以点菜吗 必须的呀 走吧 陆连 江总 你不是早下班了吗 怎么还没走啊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 你和江总是不是有约啊 没有啊 你现在的记忆球 红得发亮 我真不记得我忘了什么 你忘了你刚刚接下来 重要的任务吗 时间仅任务重 必须争分夺秒 我这个没有忘 我会抓紧时间的 抓紧时间去吃饭吗 那个小璐 要不咱们吃饭的事 咱们改天再约 那个江总 我先走了啊 雷哥 这个车是你的呀 对呀 怎么了 你们最近走得很近啊 江总 你可千万别误会 最近我身体不太舒服 小璐纯粹是出于同事的情谊 陪我去医院看病呢 你说病了 身体的软件出了点问题 调整一下 重新装个系统就好了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啊 好 江总 您放心 我不会因为身体影响工作的 好 那您先忙 你是跟雷哥去看电影了 大黄多买了两张电影票 不去浪费了 后来雷哥身体不舒服 我就送他去医院了 所以回家晚了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你也没给我说话的机会啊 你 你落地八缩没有重点 我当然 总之 你如果策划书也做成这样的话 小心我给你打过去重做 知道了 上车 很可爱 你 我 怎么样 好像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